如果没有周元璋 今天中国的版图不会有这么大 能保住汉帝十八省就不错了 这话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 听我帮你分析 像很多王朝的末年一样 元朝末年也是群雄并起 诸侯猎徒争斗 天下大事 和酒必分 分酒必合 这次又到了分的时候 乱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再和魏之术 周朝大小 诸侯国八百年争斗 最后统一到秦 魏晋南北朝 三百年乱世 最后归于隋唐 五代诗国一百年乱世 最后归于宋元 这几次都是在汉帝十八省的地盘 加上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争斗 中原有丫头性的文化优势和人口优势 适当的时候出几个豪杰 就能把天下统一 继续延续汉文化 但元末这次不同于以往 先看两个背景 第一个 北方的中原经历了461年的虎化 汉文化已经丢失的差不多了 元朝把南方汉人称为男人 北方汉人称为汉人 开始逐渐向两个民族演化的趋势了 有人说汉文化同汉能力强 最后还能回来 那得要看什么情况 如果就此分离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民族了 今天的越南就是一个例子 最致命的是另外一个背景 西方即将进入大航海时代 明朝建立约100年之后 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就此开启了西方疯狂的致命之路 1497年 大家马绕过好横角抵达印度 距离中国一步之遥 1624年8月 荷兰人开始入签 占领中国台湾 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 我们都是自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玩 唯一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北方的游文民族 有点威胁 但是算不上致命 原因很简单 游文民族人口数量远远比不上中原 文明程度总是落后我们一个等级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总是我们同化他们 就算他们入住中原也是一样 那么这会给大家一个错觉 好像什么文明 我们都能把它同化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有 那么多的人 跪点漂亮国 跪点韩式的人 既然有 曾经还不少 那我们只能承认也必须承认 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 西方文明确实领先于我们 所以大航海时代中 中华民族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次我们面临的是来自于全球的外部压力 这种压力和危险 一直延续到抗战争 如果二战不能胜利的话 我们就此亡国灭种了 多么可怕 回到主题 通过以上两个背景的分析 我们可以设想 在袁茂如果没有一位雄才大略的英雄 横空出世的话 用最短的时间来统一中国 那么中原大地有可能就此陷入分裂 分成多少块不好预测 但至少东北和云南可以确定 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 中原以及燕云十六州 有可能会和南方政权形成对峙局面 这还是往好了说 如果再糟糕一点 军阀混战 南北方还要分成更多块 那么如此到了18世纪的话 西方殖民者从四面八方全面入侵 一个分裂的中国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 对中国分而制止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对付的 可不是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 而是在当时代表着先进文明的西方人 在强势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再次统一中国的难度比登天还难 我们再来看看原末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此时华夏大帝需要一个英雄豪杰 这个人必须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 快速统一华夏 有足够高的儒家文化认知能力 尽快推行重塑汉文化的强制政策 还需要足够强的政治能力 制定统治框架 可以让这个王朝能够坚持足够康的时间 夯实和发展已经出现变形的汉文化 天有华夏 上帝送来了一个人朱元璋 朱元璋超一流的军事战术战略能力 让他仅仅用了15年就统一天下 明朝初见的马上开始大道阔谷的改革 禁止说蒙语严谨川胡胡 汉文化得到了再次复兴 而朱元璋自己研发制定的统治策略 也确保了大明帝国没有成为一个短命的帝国 免延276年的大明帝国继续夯实了汉文化 由此确保了核心领土没有分裂 直到明朝灭亡之后 清朝基本全盘照搬明朝的基本统治框架 当然清朝的领土贡献也非常大 我们不可否认 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的基础 从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就奠定了 如果没有朱元璋到今天为止 我们不可能还拥有960万的土地 拥有西藏 新疆 东北这么好的战略缓冲之地 甚至汉帝18省都有可能不在一起 很大的可能就是南北分裂 由以上分析的我们可以明白 中国今天这么大的版图 朱元璋功不可梦 如此伟大的华夏再造者 每一个阎皇子孙都应该详续去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 去了解这样一个从底层上位的平民帝王 是如何立马狂蓝与巨岛 佛大厦与江青的光辉灿烂的伟大功勋 关注我带你领略 不一样的历史格局 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武汉写的专专专专》 本书也有伟人的教诲 在武汉笔线 你会了解一个曾经乞讨度质 历经艰辛勿短的底层努民 是如何成为一个千军万万的统帅 一个秦政爱民 肃清叶昧的帝王 又是为何的晚年居屠刀屠杀功臣 本书都有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可以称得上是 名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大家可以到橱窗里面自行购买